我前期是给我讲的很清楚 这都是气话的 都是别扭的 他也不可能要你一分钱 我现在我可以承诺 我可以写到书片上 对不对 这个40万 如果我前期主要的话 不会动用我死人钱 和我们公家的钱一分钱 我可以承担这个法律包子 你这种单方承诺 对于法院的强制执行而言 是没有效力的 他依然会执行你的财产 甚至是你们二位 婚后如果将来结婚 婚后的收入 所以建议你和你的前妻 就这个问题在书面确认一下 以消除后顾自由 经过张衡律师的一番解读 李先生决心按照律师的建议 去处理这40万的遗留问题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孙女士对于结婚的顾虑 就完全消除了呢 你纠结跟他结不结婚 就是因为这个40万 一个40万还有一个 现在就是他本人问题 孙女士这话令人费解 难道说除了这40万的隐忧 两人之间还存在什么 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而他所说的李先生本人 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日清一期之后我们过得很好 就从十年一月份的时候 他到他家一个亲戚家 去了一趟 回来我就感觉不对了 最后给我脾气了 就是说出大事了 按照孙女士的说法 虽然过去自己一直纠结 那40万的问题 可纠结归纠结 生活却还是继续 六年间 他带着儿子 儿媳和李先生 一起生活 共同打拼 把生意做得是越来越红货 彼此之间越来越像一家人 生活的既幸福又安逸 可这一切都在李先生 去了一次亲戚家之后 一夜之间全部给打破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